哈喽 我是鱼干 众所周知 好厉莱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到处找人联名 它联名的速度真的都赶不上我去买它试吃的速度 所以今天我就把好厉莱所有的联名款全部买了回来 这么多款里面大概估计肯定有坑吧 我们今天就把它们挖出来 先尝一下第一款 限定圣诞款 确嘲奇巧的一个联名 圣诞巧脆双拼蛋糕 它说威化与蛋糕搭着更好吃 咬一咬站着吃 搭一搭撒着吃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威化饼干 里面是一块蛋糕 可能是抹茶味和巧克力味吧 上面类似于蛋糕慕斯 底下是海绵蛋糕的感觉 哇 上面这两块是巧克力吗 尝一下巧克力的 很浓郁的巧克力味 这个蛋糕里面刚入口的时候是巧克力慕斯 然后你往它咬的时候 里面是有那个威化的碎屑的 所以你吃到嘴里面咬下来是有那种脆脆的巧克力的 然后这个巧克力我想表扬一下它真的太优秀了 它就是微苦 微甜 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浓郁 能吃到巧克力那种浓香的味道 它底下的那个海绵蛋糕体是一种偏比较湿润的 所以你吃起来不会觉得干呀椰呀 非常好吃 再来尝一下这个抹茶味的 其实你能看到它这个蛋糕里面是很绵密的那个状态 很不错 最开始吃到嘴里面的时候 其实它抹茶的味道并没有一下子出来 它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后味 就是它也是有一点点点点那种茶色味 但是跟这个慕斯融合的非常好 然后它里面同样也是有那种很细小的 微化饼干碎的 吃到嘴里面除了慕斯的棉花细软以外 还能非常惊喜地咬到一些微化的小颗粒 这款我觉得是很OK的 看下它的价格 价格也是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 这一小盒的价格是35块钱 基本上我觉得喜欢吃甜品的女孩 比如说我 我基本上一顿就把它吃完了 所以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点点丝丝小贵的 但是味道确实可以值得一个好评 然后我还想额外说一句啊 它们的包装确实做的都很好看 粉粉的很少女心啊 雪蓉之势 尝一下这啥样 微醺滤镜 可放置手机镜头前作为拍照 它一共有三个口味 古酸菌福特加 西游福特加 还有乐菊乌龙鸡尾酒口味 6颗48块钱 相当于是8块钱一颗 我们拆开尝一下 它这个也是分三层的 最上面是结合不同口味 Rail做的一个慕斯 最底下是用那种类似于消化饼干 所以做的蛋糕底 最中心有一点点夹心 但是现在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我来尝一下 我知道了 它最最最中心的那个夹心 是来有一点点那个乳酸菌的 鸡尾酒的那个味道 它的酒味啊 是非常不明显的 它吃到嘴里面的感觉 不是那种纯丝滑 吃到嘴里面是有一点那种 蓬松的融融的那种 空气感在里面的 会让人感觉更加的入口即化 这里面的夹心 有一点像那种果冻质感呢 你怎么了 哦 这块有点甜 我不喜欢 刚入口的时候是酸 其实那个酸味我还挺喜欢的 但是你在吃到里面夹心的时候 它那个甜味会一下地冲击到你的嘴里面 这个甜味已经完全把那个芝士的那个 纯香的味道盖住了 说是稀釉的味道 其实吃不太出来是稀釉的味道 我不是很喜欢 乐菊乌龙 嗯 这款不错 这款我能够非常清晰地吃到 它名字里面的几种味道 而且每一种味道都比较的柔和 不会让你觉得某一种味道很突出 觉得这三款里面 这一个味道是最好吃的 乐菊乌龙茶是惊艳 乳酸菌是普通 稀釉就有点采雷 好力来和阿华田的联名 雪顶戚风 我感觉这个盒子是这几个包装里面 设计最好看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包装做的 真的都挺好看的 一看就是由专门花钱请设计师设计过的 他们也是为了卖钱 他为了诱惑你买 羊毛出在羊身上 它看起来就特别像是一个大吐司 这个蛋糕真的非常好白 就完全没有那种面包的韧性的那种 可能你们看不太出来 但里面是有夹心的巧克力馅的 它闻起来巧克力的味道 真的也是很香浓的那种 它最表面上这块是有一点那种 像是烤完了之后那种脆脆的壳 然后里面就是很松散很绵的那种蛋糕 它这个里面的馅料是冰冰凉凉的 近来非常像是冰淇淋馅 这个的话就吃到后面可能会觉得 有点甜有点厚有点腻 如果这个价格偏贵的话 我应该不会那么想要回购 它这一颗是22 所以如果跟第一款相比的话 我会更愿意回购的是第一款 下一款是跟奥利奥的联名 奥利奥软心蛋糕 我之前吃过它跟奥利奥的另外一款联名 就是奥利奥口味的半熟芝士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经验的 我觉得是没有原味的半熟芝士好吃的 所以这次就给它们的软心蛋糕一个机会 尝一尝 三颗38块钱 上下两层是蛋糕体 中间有一层白白的夹青 然后最顶部是有一些巧克力和奥利奥碎的 我来尝一口 它摸起来很黏 就是蛋糕会沾到你的手上那种 它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吃 品尝不到它中间的夹青是什么味道 然后也品尝不到很浓郁的奥利奥的味道 你说它是很浓的巧克力味吗 也不是 它有奶油味吗 也没有 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 就很模糊 就我都评论不出来它是啥味 我尝一口吧 你尝一口试试 中间白色的夹青 它已经没有奥利奥摆色夹青好吃 嗯 非常的没有存在的 你就说它 反正它确实没有它看起来好吃 我只能这么说 下一个吧 下一个是跟川宁的一个联名 茶心知识 咱们上次吃月饼测评的时候 还有他们家呢 4颗 你还真像月饼 38块钱4颗 茉莉茶味的一个联名 但我想表扬一下 就是它的防压设计做的保护都挺好的 但是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的 它这个看起来表面就是有一点像 烤过的那种芝士顶的感觉 焦焦的 让人很有食欲 表面有一些不明颗粒 这款闻着就有淡淡的茶味 这款不错 这款真的好吃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芝士蛋糕里面 加了一点点茉莉花茶的清香 就很好吃 它的这个蛋糕的底部 不是饼干碎的底了 还是那种比较湿湿的蛋糕 然后上面呢 就是更偏向于芝士蛋糕那种 非常丝滑的口感 就尤其适合喜欢吃芝士味的宝宝 我非常喜欢这款 最后一款是 好力来跟乐茶的联名 脏脏乐乐球 比较硬摸起来 巧克力的味道非常浓 这个可能吃起来会有点脏 因为它表面是裹了一层可可粉的 所以你吃起来嘴啊手啊 估计就会变成小刀猫 这款吃起来不像是甜品 吃起来特别像是夹心巧克力 它外面的那层壳 非常的清脆 你一咬就会在你的嘴里面 咔嚓破裂开 里面的夹心是比较吸软的 然后它除了有奶油的夹心以外 它还有一点点那种黑糖酱 这个巧克力吃起来 是今天全场最浓郁的一款 但是大家这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忘了吸 因为可可粉吸到嗓子里 还是挺难受的 它的价格呢 是一盒34 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小贵的 但是味道也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我大概率是会回购的 那最后总结一下 我觉得好力来的联名款 我一定会回购 并且重点推荐给大家的是 雀巢奇巧联名 川宁联名 乐茶联名 其他几款呢 确实不太合我的口味 但是大家如果实在好奇的话 也可以买来尝一尝 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你们还想看我测评什么 记得评论私信弹幕告诉我哟 拜拜 拜拜